雨季不再来 去年的冬天 我决定去塞戈维亚城 看望老友夏米耶葛罗 是一时的决定 当时因为我有15天的耶弹甲 留在马德里没什么事做 所以收拾了一个小背包 就搭晚上9点多的火车去塞戈维亚了 夏米耶是个艺术家 我七年前便认识的朋友 在塞城跟其他几个朋友 合租了一幢古老的楼房 并且在城内开了一家一郎 过去他数次在马德里开雕塑展览 因为当时不在西班牙 很可惜错过了 所以我很希望此去 能看看他的作品 并且在他处做客几日 车到塞戈维亚时 已是夜间11点多了 这个在雪山附近的小城 是西班牙所有美帝小城中 以罗马市建筑及古迹著称于市的 我去时满地是积雪 想必刚刚下过大雪不久 我要找夏米耶并没有事先通知他 因为我没有他的地址 平日也不来往 同时他的个性我有点了解 通不通知他都不算失礼 下车后我先走到大教堂前的广场 站了一下 枯树城排列在寒冷的冬夜 显得哀伤而有失忆 雪地上没有一个足印 广场边的小咖啡馆仍没打烊 我阴冻得厉害 所以进去喝杯咖啡 推门进去时 咖啡馆高堂阔论的声浪都停下来了 显然毫不客气地望着我这个陌生女子 我坐到把台的高椅子上 要一杯咖啡 一面喝 一面请问茶房 我想打听一个人 你住在这个城内 你也许认识他 他叫夏米耶·葛罗 是个艺术家 茶房想了一下 他说 这儿住的人 我大半都认识 但是叫不出姓名来 你要找的人什么样子 我形容给他听 跟你差不多高 二十七八岁 大胡子 长头发披肩 啊 我知道了 一定就是这个葛罗 他开了一家一郎 对 对了 就是他 住在哪里 我很高兴 真没想到一下就问到了 他住在圣米阳街 但不知道几号 茶房带我走到店外 用手指着广场很容易找 你由广场左边十阶下去 走完十阶再左转走十步左右 又有长十阶 下去便是圣米阳街 我卸了他便大步走了 那天有月光 这个小城在月光下显得古意盎然 我一直走到圣米阳街 那是一条窄街 罗马市建筑的房子 很美丽的一长牌坐落在那儿 我向四周望了一下 路上空无人迹 不知夏米夜住在几号 没有几家有灯光 好似都睡了 我站在街心 用手做成喇叭状 就开始大叫哦哦夏米夜 你在哪里 夏米夜葛罗 才只叫了一次 就有两个窗打开来 里面露出不友善的脸孔瞪着我 深夜大叫的确令人讨厌 又没有别的好方法 我又轻轻地叫了一声夏米夜 这时头上中了一块小纸团 硬硬地回身去看 一个不认识的笑脸在三楼窗口轻轻叫我 咻 快来 我们住三楼 轻轻推大门 我一看 楼下果然有一道约有一辆马车可以出入的大木门 上面还钉了成排的大钢钉子做装饰 好一派堂皇的气势 同时因为门旧了 房子旧了 这一切更显得神秘而有情调 我推门进去 经过天井 经过长长的有拱门的回廊 找到了楼梯到三楼去 三楼上有一个大门 门上画着许多天真的图画 并且用西文写着人人之家 门外挂着一段绳子 我用力拉绳子 里面的铜铃就响起来 的确有趣极了 门很快的开了 夏米叶站在门前大叫哈 深夜的访客 欢迎 欢迎 室内要比外面暖多了 我觉得十分的舒适 放下背包和外套 我跟着夏米叶穿过长长的走廊到客厅去 这个客厅很大 有一大排窗 当时黄色的窗帘都拉上了 窗下平放着两个长长的单人床垫 上面铺了彩色条纹的毛毯 又堆了一大堆舒服的小铐垫 算作一个沙发椅 以前放了一张快递到地板的小圆桌 桌上乱七八糟的堆了许多茶杯 房间靠墙的一面放着一个到天花板的大书架 架上有唱机 录音机 有很多书 有美丽的干花 小盆的绿色仙人掌 有各色瓶子 石头 贝壳 形形色色像个收买破烂的摊子 另外两面墙上挂着大大小小的油画 素描 小件雕塑品 还有许多画报上撕下来的怪异照片 房内除了沙发椅之外 又铺了一块脏兮兮的羊皮在地板上给人做 另外还丢了许多小方彩色的座垫 火炉放在左边 大狗巴丘里 躺着在烤火 房内没有点灯 桌上 书架上点了三支蜡烛 加上炉内的火光 使得这间客厅显得美丽多彩而又温暖 进客厅时 许多人在地上坐着 法兰西斯哥 穿了一件黑底小粉红花的夏天长裤 汉山 留小山羊虎 有点包牙齿 他是南美乌拉圭人 他对我不怀好意顽皮的笑了笑 算是招呼 约翰 美国人 头发留得不长 很清洁 他正在看一本书 他跟我握握手 他的西班牙文美国避音很重 拉蒙是金发蓝眼的法国人 穿着破洞洞的卡齐布裤子 身上一件破了的格子衬衫 看上去不到二十岁 他正在编一个彩色的鸟笼 他跟我握握手 笑了笑 他的牙齿很白 另外上有哀肚阿佗 他盘脚坐在地上 两脚弯内放着一个可爱的小婴儿 他将孩子举起来给我看 你看 我的女儿 才出生十八天 这个小婴儿哭起来 这时坐在角落里的一个长发女孩 跑上来接过了小孩 他上来亲吻我的面颊 一面说 我是乌苏拉 瑞士人 听夏米耶说你会讲德文是吗 他很年轻而又美丽 穿了一件长长的非洲人的衣服 别具风格 最令人喜欢的是坐在火边的恩里格 他是西班牙北部比利牛斯山区来的 他头发最长 不但长还是卷的 面色红润 表情天真 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然后轻轻地喘口气 说 哇 你真像印第安女人 我想那是因为那天我穿了一件皮毛背心 又输了两条粗辫子的缘故 我非常高兴他说我长得像印第安人 我认为这是一种赞美 夏米耶介绍完了又加上一句 我们这儿还有两个同住的 劳拉去叙利亚旅行了 阿代拉在马德里 所以他们一共是七八个 加上婴儿上帝和大狼狗巴丘里 也算是一个很和乐的大家庭了 我坐在这个小联合国内 觉得很有趣 他们又回到自己专心的世上去 没有人交谈 有人看书 有人在画画 有人在做手工 有些什么都不做躺着在听音乐 法兰西斯哥蹲在角落里 用个大锅放在小店炉上 居然在煮龙警察 夏米耶在绣一个新的椅垫 我阴脚冻得很痛 所以将靴子脱下来 放在火炉前烤烤脚 这时不知谁丢来一条薄毛毯 我就将自己卷在毯子内坐着 正如我所预料 他们没有一个人问我你是谁呀 你做什么事情的呀 你从哪里来的呀 你几岁呀 等等无聊的问题 我一向最讨厌西班牙人就是他们好问 乱七八糟涉及私人的问题 总是打破砂锅问到底 虽然亲切 却也十分烦人 但是夏米耶他们这群人没有 他们不问 好似我生下来便住在这儿市的自然 甚至也没有人问我 你要住几天 真是奇怪 我看着这群朋友 他们没有一个在表情 容貌 衣着上是相近的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只有一样是很相同的 这批人在举止之间 有一种非常安详宁静的态度 那是非常明朗而又绝不颓废的 当夜 夏米耶将他的大房间让给我睡 他去睡客厅 这房间没有窗帘 有月光直直的照进来 窗台上有厚厚的积雪 加上松枝打在玻璃上的声音 使得房内更冷 当然没有床 也没有暖气 我穿着衣服 缩进夏米耶 放在地上的床垫内去睡 居然有一床压容貝 令人意外极了 第二日醒来已是中午十二点了 我爬起来 去每个房间内看看 居然都空了 客厅的大窗全部打开来 新鲜寒冷的空气 令人觉得十分愉快清朗 这个楼一共有十大间房间 另外有两个洗澡间和一个大厨房 因为很旧了 它有一种无法形容的美 我去厨房看看 乌苏拉在刷锅子 它对我说 人都在另外一边 都在做工 你去看看 我跑出三楼大门 向右转 又是一个门 推门进去 有好多个空房间 一无不止 另外走廊尽头 有五六间工作室 这群艺术家都在安静地工作 加起来 他们约有二十多间房间 真是太舒服了 夏米叶正在用火烧一块大铁板 她的工作室内堆满了作品和破铜烂铁的材料 恩里格在帮忙她 咦 你们那么早 夏米叶对我笑笑 不得不早 店里还差很多东西 要赶出来好赚钱 我昨晚还以为你们是不工作的嬉皮呢 我脱口而出 妈的 我们是嬉皮 你就是大便 恩里格半开玩笑顶了我一句 夏米叶说 我们是一群照自己方式过生活的人 你爱怎么叫都可以 我很为自己的肤浅觉得羞愧 他们显然不欣赏嬉皮这个字 这时重重的脚步声 从走廊上传来 哈 原来全躲在这儿 何西探头进来大叫 他是夏米叶的弟弟 住在马德里 是个潜水专家 他也留着大胡子 头发因为刚刚服完兵役 所以剪得很短很短 大概是早车来的 来得正好 请将这雕塑送到店里 夏米叶吩咐我们 那是一个半人高的雕塑 底下一副假牙咬住了一只变形的叉子 叉子上长一个铜地球 球上开了一片口 开口的铜球里 走出一个千座的小人 十分富有超现实的风格 我十分喜欢 一看定价却开口不得了 乖乖地送去一郎内 另外我们又送了一些法兰西斯哥的手工 粗银的欠宝石的戒指和胸式 还有埃杜阿陀的皮克手工艺 乌苏拉的石刻版画到一郎去 吃中饭食人又会齐了 一人一个盘子 一副筷子围着客厅的小圆桌吃将起来 菜是水煮马铃薯 咸炒白菜和糙米饭 我因饿得很 吃了很多 奇怪的是每一个人都用筷子吃饭 而且都用得非常自然而熟练 虽然没有什么山珍海味 但是约翰一面吃一面唱歌 表情非常愉快 这时同龄响了 我因为坐在客厅外面 就拿了盘子去开门 门外是一男一女 长得极漂亮的一对 他们对我点点头就大步往客厅走 里面叫起来 万岁 又来人了 快点来吃饭 真是来得好 我呆了一下 天哪 那么多人来做客 真是人人之家 明天我得去买菜才好 想来他们只是靠艺术品过日子 不会有太多钱给那么多人吃饭 当天下午我替上帝去买纸尿布 又去家对面积雪的山坡上跟恩里格和巴丘里 做了长长的散步 恩里格的长发被我也编成了辫子 显得不伦不类 这个小镇的景色优美极了 古堡就在不远处 坐落在悬崖上面 像极了童话中的城堡 过了一日 我被派去看店 何兮也跟着去 这个一廊开在一条斜街上 是游客去古堡参观时必经的路上 垫设在一个罗马式的大理石建筑内 里面经过改装 使得气氛非常高级 一件一件艺术品都被独立的放在台子上 一派博物馆的作风 却很少有商业品的味道 最难得的是 店内从天花板 店灯 到一排排白色石器陈列品 都是人人之家 里那批人 自己苦心装修出来的 守了半天 外面又下雪了 顾客自然是半个也没有 于是我们锁上店门 又跑回家去了 怎么又回来 夏米叶问 没有生意 我叫 好 我们再去 这些灯罩要装上 一共是七个很大的粗麻灯罩 我们七个人要去 因为灯罩很大 拿在手里不好走路 所以大家将他套在头上 麻布上有洞洞 看出去很清楚 于是我们这群大头鬼 就这样安静地穿过大街小巷 后面跟了一大群叫嚷的孩子们 阿代拉回来时 我在这个家里已经住了三天了 其他来做客的有何惜 玛丽安诺和卡门就是那漂亮的一对年轻学生 那天我正在煮饭 一个短发黑眼睛 头戴法国小帽 为大为金的女子大步走进厨房来 我想她必然是画家阿代拉 她是智利人 她的面孔不能说十分美丽 但是 她有一种极吸引人的风韵 那是一种写在脸上的智慧 欢迎 欢迎 夏米叶说 你这两日都在煮饭 我要吃吃你煮的好菜 她一面说着 一面上前来亲吻我的脸 这儿的人如此无私自然地接纳所有的来客 我非常感动他们这种精神 更加上他们不是有钱人 这种作风更是十分难得的 那天阿代拉出去了 我去她房内看看 她有许多画放在一个大家子里 画是用笔点上去的 很细 画的东西十分怪异恐怖 但是她自有一种魅力紧紧地抓住你的心 她开过好几次画展了 另外墙上她盯了一些旧照片 照片中的阿代拉是长头发 更年轻 怀中抱着一个婴儿 许多婴儿的照片 这是她的女儿 拉蒙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 现在在哪里 她为什么一个人 我轻轻地问拉蒙 不知道 她也从来不讲过去 我静静地看了一下照片 这时法兰西斯哥在叫我来 我给你看我儿子和太太的照片 跟去她房内 她拿了一张全家福给我看 都是在海边拍的 好漂亮的太太和孩子 你为什么一个人 法兰西斯哥将我肩膀搬着向窗外 她问我 你看见了什么 我说 看见光 她说 每个人都一定要有光在心里 我的光是我的艺术和我的生活方式 我太太却偏要我放弃这些 结果我们分开了 这不是爱不爱她的问题 也许你会懂的 我懂 这时夏米耶进来 看见我们在讲话 她说 你懂什么 我们在谈价值的问题 她对法兰西斯哥挤挤眼睛 对我说 你愿意搬来这里住吗 我们空房间多得是 大家都欢迎你 我一听呆了下 咬咬嘴唇 你看 这个小城安静美丽 风气淳朴 你过去画画 为什么现在不试着再画 我们可以去一郎市卖你的作品 这儿才是你的家 我听得十分动心 但是我没法放下过去的生活秩序 这是要下大决心才能做到的 我放不下马德里 我夏天再来吧 我回答 随便你 随时欢迎 你自己再想一想 当天晚上我想了一夜无法入睡 过了快七天在塞哥维亚的日子 我除了夜间跟大火一起听音乐之外 其他的时间都是在做长长的散步 乌苏拉跟我成了很好的朋友 其他的人也是一样 在这个没有国籍没有年纪分别的家里 我第一次觉得安定 第一次没有浪子的心情了 以后来来去去 这个家里又住了好多人 我已计划星期日坐夜车回马德里去 何夕也得回去 于是我们先去买好了车票 那天下午 要走的客人都已走了 卡门和玛丽安诺骑摩托车先走 我们虽然平时在这大房子内各做各的 但是 要离去仍然使人难舍 你为什么一定要走 拉蒙问我 因为何夕今天要走 我正好一同回去 也有个人作伴 这根本不通 恩里格叫 乌苏拉用手替我亮腰围 他要做一件小牛皮的印第安女人的皮衣裙送给我 另外挨度阿托背一个美丽的大皮包来 这个借你用两星期 我暂时不卖 我十分舍不下他们 我对夏米叶说 夏天来住 那间有半圆形窗的房间给我 好吧 随你住 反正空屋那么多 你真来吗 可惜劳拉不认识你 他下个月一定从叙利亚回来了 阿代拉对我说 这时已经是黄昏了 窗外刮着雪雨 我将背包背了起来 何夕翻起了衣领 我上去拥抱乌苏拉和阿代拉 其他人有大半要去淋雨 我们半跑半走 在圣米扬街上这时不知是谁拿起雪块向我丢来 我们开始大叫大吼打起雪仗 一面打一面往车站跑去 我不知怎的心情有点激动 好似被重重的乡愁鞭打着一样 临上车时 夏米叶将我抱了起来 我去拉恩里格的辫子 我们五六个人大笑大叫的拍着彼此 雪雨将大家都打得湿透了 我知道我不会再回去 虽然我一再地说夏天我要那间有大窗的房间 七天的日子像梦样飞逝而过 我却仍然放不下尘世的重担 我又要回到那个不肯面对自己 不忠于自己的生活里去 再见了 明年夏天我一定会再来的 我一面站在车内向他们挥手 一面大叫着我无法确定的诺言 就好似这样保证着他们 也再度保住了自己的幸福一般 而幸福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就如同永远等待不到的轻鸟一样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